因為我們是屬於輪班制 那我們的勤修制度是屬於勤俄修 所以在分隊的時間會有48小時這樣子 那通常會是待命的狀態 那有勤修的話才會出勤 所以你的就是隨時必須處於比較緊繃的狀態 就是隨時要出勤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的勤室是處於在車庫的二樓 所以當車輛發動的時候 就是廢氣都會排到寢室裡面 那針對我們的寢室的空氣的狀態 會比較不好 那有這個系統之後 它會排到其他地方 就不會直接進到車庫的感覺 所以這樣子針對我們的生活 跟自己的那個身心的健康 會比較有幫助這樣 對 也有大的改善 掌握施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歡迎收看 消防員必須在極度危險的環境下 搶救生命 因此他們的健康 與安全也需要被高規格對待 台南市政府消防局 近期啟用智能排氣供電車庫 並增加消防車警示裝備 大幅提升消防人員 執行任務時的安全與便利 接下來邀請消防局 災害搶救科邱科長 為我們介紹升級版的消防裝備吧 像車子每天都要熱車 那每天熱車完之後 這些廢氣就會讓我們同仁 就會很不舒服 那健康上就會有一些顧慮 我們會透過這些排放廢氣的 設置的改良 那這些設置只花了我們 差不多9萬多塊 那救人有效的讓我們的一些整個廢氣 無論是熱車的廢氣 或是裡面的廢氣 把它有效排放出去 那消防車只要出行的時候 它就有自動脫鉤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的救災出行更加的便利性 我們救災現在的那個 智慧型的一個設備越來越多 無論是無線電或者是平板 還有一些設備 那這些破壞設備都需要用電 尤其長時效的一個救災現場 那我們現在往往救災現場的一個 供電的取得不易 所以我們就是把 每一個器材車 都把它改良到6至9個 有110伏特的一個防水防塵的一個差錯 那這是第一個機制 在救災出行回到分隊的時候 很多同仁已經很辛苦很疲倦了 他們還要再把車上的一個破壞器材 拿下來充電 未來也不需要了 他們要透過我們所配線 集結到出口這個出口的 110伏特的一個供電線 然後插在車庫的 110伏特的插座就可以 整車的設備就完成一個 供電的一個機制了